主料,生鲜走地鸡一只,香葱头,鲜味酱油,花生油,辅料,盐,土干鸡一只,清干净,去掉所以内脏和毛,鸡飞一定要记得去掉。 把两只鸡爪弯到鸡肚子里,因为这样可以把整个鸡内空置撑起来,这样中的时候受热更加均匀。 锅内一次性加入足够的清水,用大火蒸四五分钟,拥有一定深度的容器装整制机,因为在蒸四五分钟后开盖子,用一只筷子刺向最后的鸡肉位置,确定完全熟透。 如果有选择的制衣出,就说明鸡尾熟透,如果是清制衣出就是熟透了,可以起锅了,起锅后放置温度不烫手时就可以切了。 切的时候,肉向下,皮向上,这样切出来的鸡肉干净又整齐,香葱头去皮洗净后整个拍碎,放入碗里,加入适量鲜酱油,花生油和少许盐。 把整个调料碗放进大锅里加热一下,这样调料更加出味,更香浓。 皮黄柔嫩的白鲜鸡完成了,烹饪技巧,选择生鲜鸡的时候,以本地土酸鸡为佳,因为白鲜鸡追求的就是原汁原味。 所以,一定要新优质的活鲜鸡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